另外還有第二個就是說那個325這一題 人事分檔 那我們需要分兩部分 一個部分就是 這邊是空白的 然後把那個MID跟LEN還有什麼index 這個公式把它做出來 然後VPA的話呢就是按一下它自動幫我把這些東西列出來 一個清除 大概是之前也是前幾週做的吧 那影片部分的話在那個POLO上也有了 所以如果你對於這細節不太熟悉的話 可以看一下我demo一下 第一個的話就這個 這個公式的話也就是你需要把 前面講過那這個公式其實相對的比較複雜 因為它這邊的話會需要用到好幾個 像用到什麼column跟roll 有沒有 然後把這個數字先抓出來 1到32吧 1到32對 就是用column -1加上roll-2乘上4 這個公式 然後再用index去抓取什麼 抓取這個範圍 裡面的第幾個資料 比如這個是1 1就放在1 2就放在2 有沒有 但是放過來之後還有一個問題 前面會有一些 欄位名稱加冒號要把它刪掉的問題 那你再用mid OK所以呢 會需要有 這些動作 分別完成 那當然 比如說我們簡單複習就把第一個 這個 column加roll 這個 這個的話就是在這邊有沒有 打勾 它會出現這樣 第一階段 然後向右拉 向下拉 有沒有 在1到32 用這個 那第二步的話就怎麼樣 第二步呢 再把它這個公式 減下來之後的話 再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index index的話 就是在那個檢視與參照裡面的i開頭 這個 然後第幾個 就把剛剛的公式貼在這裡 row number 然後 範圍的話就是從b2 Ctrl shift向下 到b33 這個可能要把範圍縮起來 按f4 前面後面都要加這個前的符號 固定這個範圍 那這個是哪一列 這個範圍的第1列 第2列第3列 一直到第32列 然後要擠 在第幾籃 因為這個範圍就1籃 所以呢 我們就輸入1啦 OK那你會按確定 向右 向下 分別就把資料抓過來了 然後再把這 四個籃位 選起來 把它 自動調成籃框 這個當然你可以不調沒關係啦 最後一個步驟就是什麼 把它前面籃位名稱 冒號去掉 那我們用第3個什麼 用那個mid 有沒有還記得吧 剪下 再把它放到那個文字裡面的那個mid函數 這個mid函數 然後呢把剛剛的東西貼在text 第幾個字開始 剛好跟 對 你就打一個LEN 然後刮虎有沒有 然後跟他講說 蘭位名稱的部分 幫我算一下裡面 剛好四個字 所以入職時間 冒號 然後的下一個字 所以加多少 加1 加2吧 加2 因為冒號算一個 這是1嘛 再下一個 OK 所以第六個字的意思 要幾個字 99 這樣就OK了 記得喔 第1的部分 請你把1 把它前面加個淺的符號 主要原因是因為 你等下向下填滿 它1就不會變 永遠都是1 那第1前面不能變 不能加 因為加的話呢 你移到1 它就不會變 按確定就可以了 然後向右 向下 然後並且把這四個蘭位 蘭寬再點一下 這樣子 就完成了 OK應該有印象吧 這個我們是 前 前幾週的課吧 所以如果你假設這不熟的話 可以看一下我們應該是第 3次上課 跟第4次上課 因為第4次上課 剛好是愚人節 OK 第4次上課嘛 這個前幾次講的 回去再把它稍微複習一下 那VBA的部分的話 就是這個按鈕按下去 那程式另外一個清除 那你可以先寫清除 清除部分的話呢 還記得吧 就是把範圍先告訴它 For I 等於第2列 到第9列 For J 的話是第4欄到第7欄 然後裡面就多 放一個清除的部分 那輸出公式的話 其實就是把什麼 把剛剛的規則 把它變成VBA OK 那至於怎麼樣變VBA的一些相關過程 請參閱那個 我們前面應該是第4次上課的 然後 另外再加一個K 為什麼要加這個K 基本上因為我們 將來 這個列 輸出是第2列 所以我們從第2列 每跑完一次之後的話呢 把它K加1 就讓它 加1 就讓它 一直往下一列放 OK 最後再自動調到欄寬 就完成了 所以這個是第2題部分 OK 有時候將來 如果我講說第2題的部分 那你們就是把 這個 這是第1個 這個等於是 比例就佔百分之50 OK 然後呢 VBA的部分的話 又佔百分之50 這兩個 所以 如果你要拿到滿分的話 那就 把這兩個部分 掌握的話 那就OK了 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